大家好,我是阿里云容器服务的墨园 今天是我们其DevOps企业最佳实践的最后一节课程 在开始我们第八节课程之前 我们先对上节课程先先下回顾 上节课程里面我们主要讲的是 关于容器的一些性能测试以及性能调优的一些方法 然后我们最开始是从C10K问题谈到了C10M的问题 然后再讲到性能测试的常用方法里面 我们提到了关于负载测试、压力测试、并发测试、基准测试、稳定性测试、可恢复性测试以及全链肉压测 然后呢我们又谈到了关于容器场景一些固有的性能问题 以及有哪些场景是对于容器来讲是性能上面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需要大家特殊注意的一些场景 然后再往下呢我们又讲到了关于容器场景的一些调优的步骤 首先呢要先收集信息 整理相应的一个应用程序的一个架构 然后再提出你的怀疑点 制定相应的测试方案 选择合适的工具与方法 然后完整的执行测试方案 最后呢再进行结果比对和修正方案 然后在上节课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呢 我们又讲解了关于一些常用的容器性能调优工具的一些使用 比如说像比较流行的像Sysdig 还有阿里云那种机服自己开发的Snot等等 然后上节课程其实用右边这张图就可以来概括 在性能测试这边 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东西是现象 然后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你需要找到这个问题的本质 而现象和本质之间呢 还有一层叫做症状 我们想要很快速的进行调优工呢 其实就是这么快速的把一个现象转变为症状 然后再由症状来解决本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今天的这节课程呢 我们要讲的是容器化应用问题的一个诊断 监控和运维 这节课程呢 之前也从来没有和其他的开发者来讲过 所以今天这节课程的这个效果 我也不是很确定 然后所以我会把大部分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 能够落到这个PPT的这个纸面上 方便大家以后可以作为一个手册来进行查找 那还是刚才那张冰山的图 对于问题诊断呢 其实和性能测试有很大 有很大的一个相似性 他们都是要将这个现象转化症征 在解决本质的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说在KBS里面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说一个POD它异常了 那对于这个异常的一个现象 它的本质呢 可能是说集群状态有异常 或者是没有设置安全组 导致跨界点之间的网络不通 没有设置LabelSelect 导致服务和后边的这个POD不通等等 所以对于KBS或者是说对于Swarm集群来讲 你单纯通过一个现象 然后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些困难的 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能够快速的将容器编排场景 或者是使用容器场景里面的一些现象 快速的转化症状 那讲到这个怎么把现象转化症状 那我们就要回头再重新审视一下一些容器编排系统的一个架构 那这张图呢在我们第三节课程里面已经给大家详细的讲过了 这张图表示的是在KBS里面的一个核心组件 核心组件之间的一个调音内容的一个关系 以及在KBS中工作节点和Master节之间的一个部署形态 那左边这张图呢是KBS里面的Master节点 里面主要包含EDCD,Kubi Scheduler,Cloud Controller Manager,Kubi Controller Manager等等这些组件 而这些组件之间呢是没有相互调用的 它们之间的调用关系都是通过Kubi API Server进行相互的一个结构 而在Worker节点上面主要呢是Kubilad和Kubi Proxy 它们之间呢它们也没有相互调用关系 而都是通过这个Kubi API Server进行的一个监听或者是卧室来去实现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常用的 常见的一些故障现象和组件之间的关系 在左侧呢我把这个上一张图重新画了一下 它分别表示的是在Master节点上包含的组件和在Worker节点上包含的组件 如果从这张图上面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在Master节点上 最少包含了八个核心的组件 而在Worker上面呢最少也包含了三个核心的组件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开发者而言 这八个组件可能都是一个黑核 所以任何一个组件出现问题对我们开发者而言都是很难去解决或者很难去排查的 那你要想一次性的去排查八个组件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到的就是说 我发现一个问题 我能知道这个问题是由哪个组件产生的 我该怎么去排查这个问题 那在右边呢我们来画了一个这个 组件之间的一个调用列路图 它其实和上一张 上一上就上一APPD里面那张图是一样的 只是说换了一种画法 那在这个图里面我们表示的是说红色 EDCD我们是用红色来画的 表示EDCD呢是整个集群里面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组件 所有的问题在处理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保证的是这个EDCD的一个健康 因为一旦EDCD这个组件是一个异常的状态 那后边我们任何的这个故障的恢复其实都无从谈起 而EDCD呢它其实只有一个调用者 就是我们底下的这个Kubi API Server Kubi API Server呢相当于是把EDCD完整的进行了一个包装 其他的系统组件想要去调用EDCD里面那些存储 或者是想要去向EDCD存储一些内容 都需要通过API Server进行透传或者是转发 而正因为如此Kubi API Server呢也是所有Kubi API组件里面 可以说基本不会出错的一个组件 因为它的功能实现非常简单 它里面没有复杂的一个逻辑处理 大部分呢是对EDCD的一个包装和透传 封装了简单的一些逻辑 而核心的逻辑呢其实都在下面的各个的Controller里面来去实现 那比如说 我们常见的一些POD的一个调度异常 那通常情况下会和Kubi Scheduler 以及一些物理资源进行刮钩 如果是故障恢复不预期的场景呢 那我们会和这个Kubi Controller进行刮钩 如果是这个云资源未创建呢 我们会将这个问题到Cloud Control Manager里面去进行查证 如果是POD的状态异常呢 我们通常情况下会在Docker或者是Covilize的一些日志里面来去查看 如果是网络不通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去查Abitables或者是Qui Proxy 那根据这张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组件其实对应着不同的这个状态的一个异常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说 有了这些异常 我们该怎么去解决 以及这些异常产生了这个核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那首先 第一种异常 就是节点相关的一个异常 那比如说在Kubi Controller里面 我们经常能够遇到的一些 比较常见的异常是这个Worker节点 或者是Master节点 他们当机了 那当机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物理资源耗尽 导致了一些系统的这个OOM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开发者没有续飞自己的云主机 直接导致了这个云主机的这个Shutdown 其实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节点当机的一个场景 那在处理节点当机场景之前 我们首先要区分它是Master节点当机还是Worker节点当机 因为它们之间影响的范围是不同的 如果是Master节点当机呢 下推来讲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因为在阿里云上我们的Master节点是三 Master节点最少是三个节点 三个节点保证了一个高可用的一个状态 那三个节点里边我们容忍的是当机一个节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KPS集群里边有一个Master节点当机 其实对你的这个KPS集群来讲 根本没有任何表现象的影响 因为还有两个Master节点存活是处在一个高可用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KPS集群里面有两个 或者两个以上的Master节点当机这个时候就已经很严重了 因为超过两个以上的当机只能通过手动的方式进行恢复 那怎么恢复呢 如果是一个节点当机的情况下 你可以直接来重启这个节点 只要确保上面的这个EDCD是拉起的 就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问题 因为其他的几个组件都是无状态的一个组件 而且像Controller Manager 然后CubeScheduler这些都是通过CubeLite进行 进行说明周期管理的这个StaticPod 所以只要EDCD能拉起 那API Server就没有问题 API Server没有问题 其他剩余的几个无状态的组件基本上也不会有保错 所以如果就是EDCD没有拉起来的话 那其实主要开发者要参考一下 在后文里面我们对EDCD的一些运维动作 然后来保证EDCD的一个拉起 如果是两个MASTER节点 或者是两个以上的MASTER节点当机 那此时在CubeS基群里面 EDCD的这个基群就已经当机了 因为EDCD其实是 其实是在CubeS组件里面最难恢复的一个组件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没有办法通过重启来直接重建 因为对于KBIS来讲的话 早期的KBIS版本是使用EDCD VR的这个API 而这个1.6以后的这个版本 基本上都是使用EDCD 3.0以上的这个API 对于V2的API的这个 V2的这个EDCD基群来讲的话 只要是两个天以上当机 那一定这个基群就当掉了 但是对于V3的这个基群来讲 它有一个这个当机时间的一个 一个预值 超过这个预值了之后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直接通过重启的方式恢复 关于EDCD的这个基群恢复的一个策略呢 在后面我们会详细的来讲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Walker节点的一个当机 Walker节点当机相对来讲会好很多 因为Walker节点只会影响 它自身这个节点之上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状态 并不会影响其他的这个节点 但是有一种场景是例外的 比如说你的这个Walker节点当机 导致在这个Walker节点上面的所有容器被驱逐 而驱逐容器所需要的这个资源 又超过这个上面整个基群的一个上限 这有可能会导致基群会出现部分选崩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当你没有设置这个资源request的这个 request和limit的这种场景 这个实际上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种场景 但是如果简单的只是Walker节点当机 那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将这个节点重新起来 相应的如果一些有affineted的一些pod 那会重新调度回来 如果没有affineted的job的话 如果你安装了类似像autoscaler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组件 也会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repelless的一些策略 来保证节点的一个平衡 那第二个 第二个常见问题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KPS系统里面的这个重重之重的这个组件 就是ETCD 那在讲ETCD稳定性问题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稍微介绍一点ETCD ETCD呢实际上是在Docker场景里面 非常流行的一个服务发现的一个组件 那分布式场景里面呢 服务发现组件有几个重要的作用 通胀情况下它会扮演不同的如下三个角色 第一个呢就是服务发现的一个场景 那比如说不同的组件之间相互调用 那需要有人能够告诉组件之间的这个unappointed 这个呢其实就是服务发现的场景 比如说在那个Spring Cloud里面有Urca 那在其他的里面呢 可能会有ZK这样的一个组件的一个支持 其实ETCD和Urca或者是ZK 他们所能够提供的这个功能是类似的 然后只是说ETCD是一个更common的一个场景 那第二种场景呢是分布式锁 那比如说对于在分布式系统里面 通常情况下锁呢是依赖于一些catch 或者是说一些专门的这种的这个分布式锁的这种 中间键来去实现的 对于一些服务发现系统里面 会有一些小规模热数据的一个处理 他们是读写高频的 那在这种场景里面通常情况下会借助分布式锁的方式实现 那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那个Docker OLA网络里面 有一个那个IPM的一个管理 它实际上呢就是对于特定的一个key 在ETCD里面特定的一个key进行一个研码的一个计算 然后来去实现了这个IP的一个分配 那对于这种场景来讲呢你的这个集训越大 其实对于ETCD来讲它就是一个越高频的一个key的一个读写 第三种场景呢是消息订阅的一个场景 在分布式系统里面呢 这个水平的扩展的依赖于状态的一个玻璃 而状态的玻璃呢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呢 就是数据能够分布式共享 通常情况下数据共享呢会使用中间键的方式进行 存储和传输 比如说像缓存 类似像Redis 你可以用Redis来去做你的这个分布式绘画 还有像存储类的 比如说MySQL 你可以用一个MySQL的这个数据库来帮你存储数据 来实现无状态的无状态的这种结构化存储的一个拆分 还有呢就是像消息队列 比如说RubbitMQ的这种方式 可以来实现这个消息的分发和订阅 来减少直接的这个API的一个调用 所以但是在某些那个细分场景之下呢 这些中间键都会有它的一个弊端 比如说在这个分发的这个场景里面 因为对于类似像KBS这种这种场景里面 它既需要分发的能力 也需要一些直接调用啊 然后包括很细利读的一些history的一些操作 那这种场景之下 类似消息类的这RubbitMQ们 其实就有些特性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而伏发线组件呢 恰恰就是在这种场景之内最合适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呢 就是EDCD 它有哪些场景是它不适合的 EDCD本身的这个性能呢 是非常强悍的 因为它本身是勾浪来编写的 它里面使用Groating的方式 提高了这个并化的一个性能 在官方的一个测试结果里面 基本上一个4核8G的一个机器 可以达到上面的QPS 是不成任何问题的 但是呢 EDCD的它核心的这个性能的平行 其实是在于 对于IO的这个瓶领上面 比如说EDCD 它底层呢 是基于StepShort和WAR这种细致 也就是标准的这个Rubbit协议的方式来去实现 但是 但是它的这个数据存储的一个容量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标准的EDCD呢 它的BigEnd的这个Color Size呢 是两个G 为什么是两个G呢 因为EDCD它会定期的将内存中的一个数据刷到瓷盘上 第二个呢 你每次写入的时候呢 它也会在三个节点之间 或者是EDCD这个集群的多个节点之间进行这个数据同步 然后顺序写到它的这个WAR文件里面 所以每次写入数据或者是每次做StepShort的时候都会对瓷盘有一个比较高频的一个刷盘的一个动作 所以EDCD很多时候它的性能瓶颈实际上在瓷盘上 那针对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发现EDCD在如下的四个场景里面是不是很适用的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你有一些无限增长的时序key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有一些历史啊之类的 涉及到一些归档的一种场景 那这种场景之下其实大部分数据都是冷数据 但是呢这种冷数据会占占用大量的一个瓷盘的空间 那对于这种场景来讲EDCD其实并不是很适合 而第二个呢是需要频繁修改比较大key的一个场景 因为在EDCD中你的这个写请求大概率情况下 实际上是不能够直达到master节点的 就是这个leader就是在EDCD里面的这个主节点 是有三分之二的概率是没有办法直接到主节点的 而这三分之二概率呢是会直接打到从节点上 而如果一旦打到从节点上呢 那EDCD的处理策略呢就是将这个从节点的这个请求 转发给主节点 然后当主节点处理成功之后 又会把相应的结果同步回从节点 那这样呢其实如果你去处理一些大key 或者是一些高频的一个大key的时候 就会导致这个同步的这个带宽会占用非常多 而且每次处理这种大key的时候都会遇写WAR 而且WAR的这种的这个数据量级也会变得非常大 第三个呢就是过度监听的一个场景 在WAR的这个API里边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存储结构是分路径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通常是-rejectry-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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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分成这个不同的一个路径 可以说是一个输入网结构的一个存储 那对于这种场景呢 我们通常对ETC的一个监听是在folder级的一个监听 比如说有的有的开发者会对这个rejectry-service 在对这个之下的所有信息进行一个监听 那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是一种非常优雅的一个处理方式 因为它只监听了一个一个folder 然后就能解决掉所有这个folder之下的所有key的一个变化 但是呢在这个老班们的这个API里边呢 会返回当前的这个folder之下的所有的这个信息 那一旦你这个folder的这个底下的这个key量级比较大的时候 那这个接返回回去的这个体积就会变得异常大 所以这个这种场景呢 特别是在于一些比较大型的机群里边 会被无限的放大 那比如说你原本的时候只是增加了这个1k的数据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1024个节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机群里边 那这个的放大量其实非常可怕 第四个场景的就是乐观所的一个不当使用 这地方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 在Docker Overlay的这个网络里边 它是使用乐观锁的方式来去进行IPAM的一个分配 它其实怎么理解这个乐观锁呢 它其实并不是真的像我们所说的这种传统的一个锁机制 就是我一旦锁定了我就不能再写 而在CAPS里边这种分布式乐观锁的一个实现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定期轮巡的方式来去来去实现的 就是所有的节点都会去轮巡这个锁 然后一旦这个上面没有人 没有没有就是没有人站着这个锁 那就优先写入 写入之后抢到锁的这个人呢就去先处理 如果没抢到锁的这个人呢就就会去积极等待 所以这是一种乐观锁的一种使用 而这种乐观锁呢在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集群里边 也会有很大的一个性能问题 特别是如果对于锁的这个预值设定不当的话 会对QPS会对这个EPC的这个集群的QPS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针对上面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这四种场景在KPS里边是权重的 物线增长key其实主要针对于KPS的这个event 修改大key呢比较针对的是说我们在KPS里边使用的一些大型的这个压谋 然后过度监听呢是当你的KPS这个节点变多的时候 其实特别是paw的监听 其实就是一个过度监听的一个场景 KPS里边乐观锁的这种场景呢会比较比较少 但是实际上这四种场景在KPS里边都会有所遇到或者有所设计 那针对这四种场景怎么去调UKPS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如果ETCD出现故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恢复呢 因为ETCD呢刚才我们提到了是一个多容忍少 多容忍一的一个多容忍少的一个这个架构 比如三个节点那容忍一个五个节点可以容忍两个节点当机 那针对于少量节点的一个当机的时候 那其实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把这个其中的一个参数改成Existing并且重启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恢复 那你可以直接删除这个数据目录 走一下这个遗嘱节点添加节点的一个方式 然后再改成这个Existing同步数据目录也可以恢复 但是如果是多数节点故障的时候 首先对于VC2极群 我们优先推荐大家的方式是直接冲击这两个ETCD节点 看一下是不是极群可以恢复 如果能够恢复的话 那就不需要后续的步骤了 如果没有恢复的话 那说明此时ETCD的一个极群就已经处在一个完全当机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必须进行完整的一个手动恢复的一个过程 首先你需要先找到一个节点作为你的BaseLine 然后以这个BaseLine进行恢复 那怎么找呢 如果有还在运行的这个节点 那优先选择它 如果没有运行的节点 那我们需要优先选择的是这个 它的这个数据存储目录最新的这个一个节点 那选择这个节点的时候呢 你首先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先在启动参数上移除另外两个节点的一个配置信息 如果你如果还带着这个配置信息的话 那这个节点你是起不来的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会添加一个ForceNewCluster的一个方式进行强制启动 这个时候呢 让EDCD认为它自己这个集群里面只有一个节点 那接下来呢 你通过这个API的方式 或者是使用EDCDControl的方式 然后加入这个未启动节点的一个信息 你会把你这个Member信息下进去 然后呢 在这个即将启动那个节点上面删除相应的数据目录 并且将启动参数改成InitialClusterState的变成Exec 进行这个数据同步和恢复 那如果第二个节点也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按照同样的规则去添加第三个节点 那其实这个呢 是EDCD完整的一个恢复链路的一个方式 以这种方式来去进行恢复呢 实际上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 因为在这种场景之下 其实你的服务已经处于一个完全当即的一个状态 所以针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还是比较建议大家 尽量多的进行一些EDCD的一个监控和调优 减少的减少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性 第三种故障呢 是NTP故障 那比如说 当EDCD里面出现 日式里面能够出现 他们数据同步没有办法实现的时候 那更多的时候考虑到是不是NTP故障 那你可以通过配置NTP server的方式 同步实现 或者是通过NTP data的方式去校对时间 来修复这个NTP故障 那对于EDCD来讲 我们怎么对它进行调优呢 首先是CPU和内存的一个调优 通常情况下对于EDCD来讲 CPU和内存都不是他们考虑的一个瓶颈 因为相比磁盘而言 CPU和内存通常情况下都是过量的 一般考虑使用一个4和8G的一个EDCD的节点的配置 就已经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使用了 通常情况下在这个时候 磁盘会是一个优先的一个瓶颈 这个时候如果如果你会发现那个CPU还是很高的话 那你可能会优先考虑一下是不是HTTPS这个上面消耗的这个性能比较高 或者说解析key数据结构的时候性能比较高 那这个其实它的主要的一个调优就是使用这个勾浪的最新的版本去进行编译 然后呢减少大key的这种的频繁操作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呢是磁盘的这个IO的一个调优 因为在EDCD里面存储模录分为stepshot模录和wire模录 他们写入的方式是不同的 stepshot是直接从内存里面档的下来的 所以它是一个全量的一个写 而wire是顺序最佳写 针对于这种两种针对于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存储方式的话 可以使用不同的系统条约的方式来可以实现 比如说可以非常简单的 你可以先将这个两个文件放在不同的这个磁盘上 然后呢对于stepshot呢 你可以增加IO的这个评划写 来提高这个磁盘的这个IO的一个能力 而对于wire呢 你可以通过减少page cache的方式提前提前进行预写 这两种方式呢可以分分开来进行调用 然后我们自己来测试的时候会呢 可以提高20%以上的一个IO性 然后第三个调用呢是网络链路的一个调用 对于edcd来讲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edcd一个进行 通常peer之间会有上百兆以上的一个数据存储的一个数据传输的一个链路 所以针对于这种场景的话 主要会在几个地方来进行调用 第一个呢是说你可以将这个hardbeat的interval时间 适当的一个调大 然后把这个leader election的timeout也进行调大 此外呢 edcd官方呢也会有一个GTC的一个网络优先传输的一个方案 它可以优先处理的是这个peer之间的这个网络传输 然后再去处理对外的这个edcd这个请求的这个传输 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就是防止链路的一个优色 那针对于edcd里面大key的一些场景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lucas lucas呢是我编写的一个小型的一个 基于web的一个keyvalue的一个browser 你可以在这个browser里面来看到 相应的一个key的一个寻处的一个状态 特别是对于想要学习KBS里面核心机制的一个 核心机制的同学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lucas里面的这个数据存储的一个结构 然后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来学习KBS 再接下来呢 我们来谈的是在KBS里面的这个网络链路 那这张图呢 其实我们在第三届课程和第七届课程里面都讲到了 KBS里面的这个service呢 是通过相应的两层结构来去实现的 一层是通过相应的这个app tables来去实现的 第二层是它里面内置的一些flat l3flat的一个网络 那针对于kubernetes里面 service的这个网络联络的一个派查呢 其实主要会在几个场景里面来发现 第一个呢就是服务的这个DNS预名阶级不同 那DNS呢其实是KBS现在来讲网络链路里面比较脆弱的一环 因为DNS在KBS里面是以一个组件的方式来去存在的 比如说在1.9以前的时候可能使用的是这个kubiDNS 然后呢在1.9往后的这个版本里面使用的这个coreDNS 但是不论是kubiDNS还是coreDNS 都相当于是把一个DNSserver安装到了客户自己的一个DNS 自己的一个集群里面 你所有的DNS的查询都需要通过这个组件来返回相应的一个查询结果 来来进行这个DNS的一个查询 所以对于KBS的KBS集群来讲的话 这DNS组件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组件 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以多副本的方式进行运行的 但是他们之间的性能一样也不是很不是很好 那首先你需要优先对照文档来看一下这个 域名的使用方式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其实是很多我们开发者遇到了说DNS好像不同的一个现象 就是他其实是没有访问到正确的域名 比如说你是不是要加入域名空间 在域名的那个结尾上要不要加入域名空间 这些其实都是首先要大家来参考文档来去正确的使用的 第二个是你要先来检查一下这个极区的一个状态是不是正常的 因为DNS上面也依赖于类似像EDCD这样的一个组件来存储一些数据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要看的就是这个极区的状态是不是正确 第三个的才是说来看这个CubeDNS的一个日志 来查看是不是有一些状态解析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用nslookup来看一下是不是只有当前的节点 DNS无法解析 这是第一个网络上面比较常见的问题 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service IP访问不通 但是pod IP可以访问通 那这个地方呢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的原因呢 就是大家对于label selector可能做了一些变更 导致了这个链路不通 第二个呢是这个iptables生成有问题 在KBIS里边呢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它的实现机制是基于状态机的方式进行实现的 通常是通过全量和异步监听两种方式来去确保一个状态 那对于CubeProxy来讲也是一样 它去同步一个网络链路的时候通常都是全量进行同步 然后对于一些状态的一个变更呢会采用异步的一个更新来去实现 那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有可能会造成就是ibitables刷新不正常的一个原因 就是第一同步链路的时候是不是有异常 第二个网络链路上是不是有异常 那这个其实在KBIS里边虽然不是很常见 但是一旦出现就是很难排查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呢就是概率性的出现链路不通 那首先你要对于这种场景 首先要判断的是说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是哪一个节点有问题 那检查出现在的节点之后 你再去看ibitables是不是有异常 如果是有异常的话 那你其实比较简单的 就是直接把CubeProxy杀掉 让CubeProxy再去全量的进行同步就可以了 那第四种呢是跨节点之间访问不同 那这种场景通常情况下是 L3的Fly之间有一些问题 那比较常见的问题呢是说是不是有网端冲突啊 或者是是不是有一些安全组规则设置不当 导致了 那最后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呢 是SLB的健康检查部分不同过 但是访问正常 那这种场景之下呢 可能是你使用了这个L2B的Excellent Traffic Policy 设置为了local 这种场景呢是预期的一个现象 大家不用过分的一个紧张 它只是提高你转发性能的一种方式 但是呢这种方式呢会导致这个L2B的一个 这个健康检查可能会不通过 那对于KBIS来讲 还有一些常见问题 是核心组件的一些问题 那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解过了 不同的问题的针对的核心组件是什么 那对于KBIS的核心组件的一个 故障的一个排查和恢复呢 其实既简单又复杂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想完整的排查出 它是什么问题 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开发者来讲是有难度的 因为你要对于KBIS的这个相应的核心组件 非常了解 你知道每一行日志 它代表的这个内容是什么 可能产生的原因 可能要到代码里面去查找 才能找到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 但是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开发者而言 他需要知道的就是 我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怎么去恢复它就可以了 对吧 那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KBIS它对开发者来讲是非常友好的 因为它的时间是基于状态机的 那对于状态机这种机制来讲 你只需要能够全量的同步一次 基本上就能够去解决问题 所以对于核心组件的问题 非常简单 杀掉它先用的这个Pod 然后由上层的这个 不论是Cubellet的StaticPod 还是由Department或者是Revac Site来管理的 这种的这种的这个有Parent的Pod 都可以直接去拉起 然后来进行全量的一个 基于状态机的一个恢复 那最后一种异常呢 实际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异常 就是Pod的异常 那左边这张图呢 我们在第三件课程里面也讲过了 就是关于KBIS里面的一个Pod 生命周期的一个结构 那对于Pod的异常呢 这地方我们会稍微多说一句 就是左边这张图里面 我们讲到就是有一个Status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重点来看这个Cubellet 这条虚线 就是倒数第二个这个部分的一个虚线 它握持Pod的一个创建 然后并且将这个Pod的Status 进行一个返回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大部分KBIS里面的这个抽象概念的 异常处理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机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这张图呢 是我从KBIS的APSO里面拿回来的一个 请求的一个返回信息 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字段叫做Status 然后在Status里面呢 有一个叫做Conditions 然后在Conditions里面呢 它还有一个字段叫做Type 然后它这个Conditions数组里面呢 包含了像Initialized Ready和Pod Schedule的三种不同Type的Conditions 然后每个Conditions里面呢 又有相当的这个Status 这种呢 其实是对于KBIS里面 大部分抽象逻辑 使用的一种状态的一个机制 就是它会在它自己的Spec里面 来定义了当前 这个抽象逻辑概念 里面可能会包含的 几种不同的状态机 然后以及当前的这个状态 处在状态机的哪一种状态之下 所以你只需要来查看 当前这个实体所在的这个Status 你就知道 它可能是由于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产生的 那比如说像刚才这个例子里面 如果发现Initialized的是False 那说明当前这个Pod 根本就没有调度下去 那我们可能排查的 就是调度上的问题 如果是PodSchedule的和Initialized的 是Status是Tru 而Ready不是Tru 那我们此时更多的排查的 一个链路的一个方向 应该是你这个镜像的一个Image 或者是你Pod相应的这个Page的Yaml 是不是胜去 那针对于Pod的异常呢 我们主要在三种状态下来进行排查 第一种呢 如果Pod是一个Pending状态 那它表示着说当前是没有办法 调度到一个节点上的 那通证情况下 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主要可能产生的原因呢 是这个系统资源没有办法满足Pod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就是来查看 是哪一种资源不满足需求来去解决 那比较常见的一个处理方式呢 就是你可以去Describe这个Pod 然后看它里面像这个Event的一个情况 就可以来得知问题的一个所在 然后第二个呢 是Pod处于Waiting的一个状态 如果是Waiting的一个状态呢 就表示说 你当前已经有节点能够运行了 但是你在这个节点之上 容器还没有起起来 那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镜像的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镜像是不是没有 或者是权限不足 或者是网络是不是断掉了 导致这个镜像没有办法拉起来 其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常见的一个问题 第三种呢 就是Pod一直崩溃 或者运行不正常 那对于这种场景来讲呢 主要是向两个方向排查 一个方向呢 是说你这个image 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image 第二个呢 是你的这个Pod的spec里面 写的是不是对的 比如说 是不是由于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字符 是不是使用了type 有些错误呢 它会被这个KBS的这个解析器 样貌的这个解析器会忽略掉 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程序来讲 它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这地方 大家重点检查的 就是自己的容器 是不是有问题 以及相应的这个Pod的spec 显然是不是正确 那针对于一个KBS的一个诊断问题 我们该怎么样 依照什么样一个流程 来去进行处理呢 那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要判断的是故障等级 那为什么要判断故障等级呢 因为故障等级 其实能够帮助我们缩小 整个排查的一个链路 能够缩小这个故障排查的一个范围 帮我们更快的定位到的一个问题 那怎么来定位这个故障的一个等级呢 首先我们要来判断它是一个 集群管控的一个等级 还是一个工作节点的一个故障 那首先我们可以在master节点上 通过CubeControl getComponentStatus 来判断核心组件的一个健康状况 可以看到scheduler是是否是状态 是否是状态是正常的 Control Manager的状态是否是正常的 EDCD的一个状态是否是正常的 然后如果这个没有问题 那我们再来看 CubeControl 然后getNodes 然后DescribeNodes TopNodes 来看一下这个节点的一个状态 是不是正常 如果此时我们在下面这个图里面的这个Status 发现节点有NotesReady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异常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部分工作节点的一个故障 那这样我们首先就可以先判断这个故障 故障的一个级别 那如果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满足 那其实故障级别就更小了 那可能就是一个应用级的一个故障 那当我们得知了故障的一个等级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缩小故障排查范围 那比如说核心管控的这个故障 我们排查的顺序是什么 首先资源是不是足够 第二个去排查EVCD 第三个排查APS Server 第四个排查DNS 第五个排查其他核心组件 那如果是负载节点的故障呢 我们要排查的首先资源 第二个看系统日识里面是不是有OOM 或者是不是有一些资源 就是资源的一个报错信息 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有过资源报警的一个信息 然后接下来要看的是CubeS的一个日识 然后以及网络链路上是不是 是不是通通畅的 然后第三种场景呢 就是这个负载故障 排查数据就是负载本身的这个状态标志 看看是哪一种这个故障 然后来看的就是负载的这个事件信息 从信息里面得到更多的相应的一个处理的一个依据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来看这个负载的自身的日识 第四个呢 就是看负载相关的资源的这个权限和状态 那这个呢 其实是针对负载的一个处理 那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 第三个步骤就是获取信息 将现象转换为症状 获取的信息呢 可以协助我们将现象改 转换为症状 在Kubernetes里面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就会变得更简单 因为我们并不会像其他的一个场景里面 我还需要通过关键字 IT去核心的这个症状 在KBS里面 这个关键字都会直接暴露给你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describe一个node的一个信息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conditions里面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这个node的这个关键字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场景里面 这个node是一个ready的 但是如果这个node有异常的话 那你会发现可能会在这个memorypressure之下 这个states会是true 那其实这个直接就是一个关键字 那我们直接通过这个关键字 就能够处理相应的这个异常 memorypressure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内存占有哪个占有的比较大 是不是需要重音调度 或者是说是不是需要生配 就可以了 所以在KBS里面将信息转换成 从线下转换成症状 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容易的一个过程 那有了这个过程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处理问题 然后我可以根据上文中我们提到的这个故障恢复的步骤 即可恢复KBS里面的一个功能 但是被动的防御呢 其实可能有的时候 并不并不如这种主动出击会更可靠 所以在KBS的这个生态里面 也会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组件来去帮你来去实现 比如说像这个 叫 叫 Sona Boy Sona Boy 是这个 Hepito出的一款 这个扫标的一个工具 然后这个工具里面可以来帮你主动的来去实现一个问题的一个检查和问题的一个审查 但是这个Hepito里面它的这个组件里面实现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镜像都是在GCR上面 对国内的开发者来讲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访问的到 所以大家可以下载我的这个Folk的这个分支 然后这个分支里面是已经在阿里面上完全 就是已经可以直接在开发者上面 在开发者的机器上面可以直接调用 这个是改过的一个Sona Boy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试用一下 然后我们提到主动出击 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在KPS里面的一些监控的一些实现 那KPS里面监控方案有非常多种 比如说有Hepist的Metric Server 普罗密修斯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开源的方案 选择一个合适的这个方案 对于很多开发者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 那比如说像下面的这张图呢 实际上是普罗密修斯的一个架构图 就是怎么样用普罗密修斯来实现一个完整的KPS监控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这个CAdvisor这条链路 然后普罗密修斯才CAdvisor来获取Pov相关的信息 然后通过QBStateMetrics获取KPS组件的信息 然后再通过这个Graph进行展示 对于Event事件呢 可以通过Hepist的Eventer 然后来采集 写入到相应的这个ELK里面去等等 那所有的这个KPS里面的这个常规的组件 常规的监控组件 不论是Hepist的Metric Server还是普罗密修斯 它都基于了这个KPS里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底层的监控组件 就是这个CAdvisor CAdvisor其实它的原理在这张图里面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它是通过采集CGroup的一些信息 然后并通过自己内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聚合 将这个监控信息通过一个API进行一个暴露 比如说普罗密修斯它会暴露普罗密修斯的接口 比如说像这个Hepist它会暴露这个CoopLite上面的一个结构来去采集 但实际上采集的这个信息和数据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不论你是用普罗密修斯的方式来去采集 还是用Hepist的方式进行采集 他们得到的这个数据通常情况下都是一样 那这地方为什么要提一个通常呢 因为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开发者使用的这个过程中 也会发现普罗密修斯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的时候 有可能会突破这个会产生一些诡异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你设置的它的这个CPU是一核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普罗密修斯的这个数据采集 它的这个指标突然超过一核 那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我们最近发现的一个底层的一个bug 就是在CAdvisor暴露普罗密修斯接口的时候 并没有去排查它自己的一个range 可能会导致有一些老数据在一个新的时间段返回 这样就会对一个过去的一个时间段产生一个聚合上的一个问题 可能会有一些异常的一个告警 那这地方目前社区还没有特别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方案 也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排查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会产生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还在跟进中吧 但是不论是普罗密修斯还是这个 它们原则上采集的数据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包括数据的结构和内容都是一致的 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KBIS监控方案里面的这个Hepser和MetricServer Hepser和MetricServer是KBIS内置的这个监控方案 然后老版本里面呢是采用Hepser 在新版本里面呢逐渐推荐大家使用的是MetricServer 但是在这儿呢我想给大家就是谈一下我对于Hepser和MetricServer的一个看法 因为目前在KBIS里边MetricServer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替代Hepser 因为有部分的这个KBIS组件还没有对MetricServer进行完整的一个支持 所以有可能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在1.9以上的这个版本里面开启了这个MetricServer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MetricServer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的这个需求 因为有部分的组件发现已经就是不Work了 因为它还在依赖于Hepser的一个API 然后这个是Hepser和MetricServer的一个关系 此外呢这个MetricServer只是把Hepser里边的这个核心的采集电路进行了一个剥离 然后定义了自己的一套新的一个API 但是对于底层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动的 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讲的话 大家暂时也不必要说非要去上MetricServer 因为其实从本质上来讲 它们之间只是一层API的一个差异 并没有功能上面的特别大的一个差异 然后像下面这个是Hepser使用Hepser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式 就是比如说 你的这个Pod想要通过这个Hepser进行ReplicaSite ReplicaSite的一个增加或者是减少 其实是要调Hepser的一个API来去获取相应的一个CM的一个预值 然后Hepser会通过这个CAdvisor上面采集的这个信息进行判断 然后给出相应的一个预值的一个结果 然后再由HPA的这个Controller来实现真正的一个渗缩 然后这张图呢是普罗密修斯的一个采集的一个链路 那在这里面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去谈普罗密修斯 而是叫做普罗密修斯Family 为什么这地方讲的是这个普罗密修斯Family呢 因为实际上单纯的一个普罗密修斯组件 是没有办法完成KBIS的一个监控链路的 你要想实现这个监控链路 那你需要最少包含的是 第一个需要包含相应的这个Exporter 比如说你要监听Node的一些信息 你需要NodeExporter 如果你需要类似像这个组件状态 你需要KubiState的这个Matrix这样的一个组件 如果你需要告警那你需要Alet Manager 也就是说普罗密修斯呢 它的功能其实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呢它的组件是非常多的 开发者呢要想完整的使用普罗密修斯 实际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不论是维护上的一个困难 还是在使用上都会有一些复杂度在 但是普罗密修斯呢 会逐渐成为社区的一个监控的一个标准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的是在阿里云上面 我们的这个监控方案是怎么来实现的 那刚才我们聊了这个Hepsel和普罗密修斯 其实我们并没有聊这个容器监控 它的困难在什么 首先容器监控 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和传统的应用监控是不一致的 传统的时候我们对于监控周期的一个设置的 通常情况下是根据应用生命周期来去设置的 我们应用一旦下发了 那就在其中的一台机器之上了 然后我们配置下来的一个任务 只要这个应用还在这台机器之上 那这个任务就是一直存活的 但是对于容器来讲 那这件事情是行不通的 因为容器通常情况下进行一次发布 它就可能会飘到其他的一个节点 所以对于这种精彩的配置 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去进行设置 或者进行生命周期管理的 那在容器里边通常情况下采用的是这种动态采集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字顶向上的一个聚合 而是一个字顶向下的一个 字顶向上的一个聚合 怎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是预先配置任务 那实际上你是先知道了这个监控对象 然后进行采集 这是字顶向下的一个方式 而字顶向上是说 我先有了这个采集的一个指标 我再通过采集指标反向聚合回 这个相应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是字顶向下的一个方式 那大部分的这个容器监控 都是以字顶向下的这种方式来去实现的 那对于普罗密修斯的这种 或者是Hepstor这种数据采集内容 都是字顶向下的 但是字顶向下这种方式会有一种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因为你的这个监控的生命周期 是依赖于监控数据来去实现的 所以这会导致 一旦你的这个容器的生命周期 出现了一些异常 那根本你就没有办法通过这种 生命周期的这个监控来进行告警 因为你的容器已经不在了 你此时监控状态是一个缺失的一个状态 所以根本没办法进行一个告警 它在阿里云上面是怎么来实现的 首先我们看这个Hepstor这条链路 左边是去库布莱坦上去采取数据 上面呢去到APS Server那边 拉取相应的一个POD 然后会把数据推送给InfileDB和Mounted Server 这个表面上看上去和标准的这个 数据链路没有任何的一个差异 那在右侧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多加了一个这个叫Mounted Controller 这样的一个组件 Mounted Controller呢 同样也会去监听APS Server 然后呢它会去重构相应的一个资源拓谱 并且把这个资源拓谱转换成云间控中的一个应用分组 这个应用分组怎么理解呢 其实比较好理解的一个方式就是 它是传统应用里面我们的这个监控任务 大家可以把这个进行一个对等就可以了 它的生命周期呢 是和KVS里面的这个抽象概念的生命周期是一致的 而并不适合具体的这个负载Pod的生命周期是一致的 那比如说你有一个叫NJX的Department 这个里面呢有NJX1和NJX2两个Pod 那对于你的监控生命周期来讲 它是跟着你这个NJXDepartment来走的 只要这个NJXDepartment还在 那它的这个应用分组就一直还在 里面的报警规则也会一直生效 那对于像Pod的这种变化 比如说你发布了NJX1-2变成了NJX3-4 那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其实对于应用分组来讲没有任何影响 它只是把这个新的这个负载加到了这个分组里面 然后把老的负载从Meta信息里面移除下去了 所以对于这种场景来讲 相当于是我们把数据链路和逻辑链路进行的一个分离 从而实现了这个解决了这个应用和容器 生命周期不一致而造成的这个监控数据 和告警缺乏一致性连续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阿里云容器服务上面 这个监控链路的一个方案 然后以及通过这种方案是怎么解决 数据一致性和连续性的一个问题 那最后呢我们再反过来回头再谈一下这个容器监控和告警 刚才我们在讲解监控方案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容器的这个监控呢和传统应用监控上面会有一些差异 那阿里云的这个解决方案里面呢 其实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但是呢对于这个呃 呃现阶段的这个容器的一个场景来讲 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场景是没有办法覆盖到的 那对于呃在容器的这个场景里面的一些监控的一个发展趋势来讲的话 我觉得可能软件定义的一个方式会在这个领域里面越来越流行 那说不定以后可能也会会有这种软件定义监控的一个方式 那比如说现在波文秀斯也在主导类似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他可以在那个呃你的亚谋里面定一些呃 annotation 来去做一些呃做一些采集 那说不准以后的时候这个 annotation里面可能就会去可以让大家来去编写一些code进行更复杂的一些采集采集方式 所以呃我们会发现在kbis这个kbis里面他通过软件定义的方式定义了这个交付 定义了这个接入层的一个网络定义了这个存储 对吧那有可能接下来会在监控领域也会定义也会进行这种软件定义的方式来进行实现 那到今天为止呢 这个我们develop企业最佳事件的课程就已经正式完结了 在这一个系列里面我们先后给大家讲解了develop企业历史 讲解了阿里云容器服务的一些功能 讲解了云烟生框架的一些设计 讲解了相应的这个信用的一个调优诊断等等 呃很多相应的一些内容 那也希望我们的开发者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课程更好的来去对容器有一个深入的一个理解 对于develop企业的理念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呃了解吧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定义群里边进行沟通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然后我们后续的时候呢也会把相应的一些 资料整理成呃整理成一些PPT 整理成相应的这个 github的repo然后供大家下载 然后大致就是这样的 对于是这样的 我应该来讲解了 我应该来讲解了 我这么想知道 阅速的领化 相应的 一说 一说 我不想用